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刚 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一道家人菜 凉拌鲜辣豆角 首先我们准备豆角300克 擦掉豆角的头尾之后再切成小段备用 豆角切好之后放入盆中准备下一步制作 首先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开大火烧开 大火烧开之后加入食用盐一勺 再加入小苏打一勺 然后将切好的豆角下锅开中火煮4分钟 这一步的目的是将豆角煮熟煮至断生 豆角下锅必须煮4分钟以上 没有煮熟的豆角容易中毒 豆角煮熟之后捞出放入凉开水中凉透备用 这样的目的是让豆角更加的爽脆 豆角凉透之后捞出沥干水分备用 下一步我们开始准备辅料 准备小米辣20克切碎备用 同学们将小米辣剁得越碎越好 准备大蒜15克剁成蒜末备用 准备大葱一根切成薄片备用 下一步我们开始调味 碗中加入食用盐一勺 加入味精一克 加入少许白糖 加入蚝油三克 加入生抽酱油两克 加入辣香露两克 加入几滴香醋提味 最后再加入葱油三克 然后将所有调料搅拌均匀即可上菜 一道非常爽口开胃的凉拌豆角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凉拌豆角的技术总结 第一 选择小跟实心的长豆角口感最好 第二 豆角下锅必须煮四分钟以上 没有煮熟的豆角容易中毒 第三 煮豆角的时候加入小苏打的目的是防止其久煮变色 第四 煮好的豆角必须用凉开水透凉才够爽脆 第五 凉拌豆角的口味可自行搭配不受限制 凉拌豆角的技术总结完毕